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前MP魔幻力量主唱婷婷肖炳志,走过忧郁症低潮,今天回想生病期间身边亲友说过最重的一句话透露,状态最不好的时候,父亲看了太心痛,曾想放手让他走。 肖炳志将推出个人新专辑凡人,谈到已从过去的忧郁症走出来,主要是在美国洛杉矶前后待了一年半时间,阳光城市让他心根柱打开。 金肖炳志谈道,心思混乱的那段期间,有一句话听了心理很难过,我状态可能比较好一点的时候,我去找心理医生,医生陪我说话,医生说在我最不好的时候,爸爸跟他说,看他这么痛苦,是否钱最放手让他走好了。 我听了很难过,不能对不起爸妈,肖炳志谈道,除了父母难过且关心,五月天师兄也有鼓励,怪兽说我可以去他家聊聊天,但我还没去,满窝心的被问到有没有哪个时刻最想念重回舞台。 肖炳志说,应该去年底去桃园看五月天,人生无限公司,演唱会,看师兄五月天演唱会向传教,我好想这样哦。 就为舞台的肖炳志,也想重回舞台演出。 肖炳志走出忧郁,感受到家人朋友的关心。 相信音乐提供,肖炳志觉得五月天演唱会如传教。 相信音乐提供,肖炳志在洛杉矶期间心情变好。 相信音乐提供。